不得不说德云社演员的包袱都是刻在骨子里 近日中国青马大赛在北京西游乡举行 德云社孟贺堂 鸾人平 孙岳都纷纷抵达现场为青马助威 当在采访中被问到是什么吸引他们年年都来看青马大赛 孙岳的回答不由得让粉丝们哈哈大笑 而作为副总的鸾云平也不甘过后 在采访最后主持人需要两人给年青马送上祝福 副总的回答连主持人都忍不住笑场了 不得不说一边能看到青马大赛一边还能看到德云社演员的包袱 应该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一些还记得余谦老师在去年的采访 孙岳让余谦老师都害怕 就怕孙岳其他的马 孙岳让我最放心 我就怕得起我的马 相比这两位孟和堂可以说青马赛上玩得不亦乐乎 在朝马乐火节上孟和堂可以说把好玩的都带领着大家玩了一遍 从视频中也可以感受到孟哥玩得非常开心 不得不说余谦将玩发挥到了极致 喜欢摇滚成为了摇滚协会副会长 喜欢马 举办了青马大赛 一边玩一边就把钱赚到了 如今余谦老师的国王也取得了青马大赛的冠军 不少网友都纷纷调侃 余老师骨血果然不一般